基本上我不太會騙他 因為其實我也不希望對方騙我 但是我唯一不會做的事情就是 這很正常 危險 我身邊很多女生 通常就是說 男生的那個密碼 一定要射他的生日 對 然後就要直接 他隨時可以開 這個女生就是很討人厭 我完全沒有辦法 因為我覺得 你只要看著對方的手機 基本上就是要分手了 一對情侶 一對夫妻 在一起越久 製造的回憶越多 當然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有一些不能說的秘密 該怎麼辦呢 我們今天找了幾個樹洞 來到現場 你知道為什麼要跟樹洞講 因為樹洞就是不會再傳出去啦 它就卡在樹裡面啊 對 可是它沒有給到反饋 你不覺得很傷心嗎 有些秘密就是 你必須要得到反饋 就是你 根本連朋友 家人 你都不想讓他們知道的 但是樹洞可以知道 但是也要有那麼大的洞吧 對 因為你不覺得現在市面上 已經沒有一個真正的那種 像卡通的樹洞可以這樣 我去河濱公園 還有那個什麼什麼 大安森林公園 沒有樹洞啊 對啊 沒有 沒有啊 現在根本找不到樹洞啊 可是你講真的啊 你不用講那個秘密出來 你人真中有不可說的秘密吧 我覺得 我覺得有耶 有 就是那種 你知道 連泰偉俊跟俊碩都不能知道嗎 不能知道 你都在哪 你都在哪 你好節省喔 這樣就是要樹洞 可以 好省喔 歡迎 夫妻之間 我覺得是最多 不可告人的秘密 沒錯 歡迎雅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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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小規 小規是純素人的老婆 但是很漂亮 很漂亮 你們也是第一次上節目吧 第二次 小規有來過 可是跟老公 跟老公是第一次 我們一起 可是我覺得有這麼愛監控的老公 你應該有很多事 不想讓他知道 我覺得我還好 就是因為我 其實我們兩個是屬於那種 無話不說的那種伴侶 每次叫別人說 我的老公就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我們無話不談 我會想說 對啊 不可能講吧 一定有很多事情 一定有女人的秘密 對 因為我有時候跟他講 他會囉嗦 聽得更煩 你不覺得嗎 更煩躁 我還要吃 憂鬱更燥 對 不 太陽跟月亮都 不是 月亮跟少生都在處女座 然後嫌我太囉嗦了 那你是什麼星座 她處女座 那你們兩個不就是差不多 沒有啊 可是我們到了三十歲過後 就不在太陽了嘛 我比她好太多了啦 沒有 不是 你這麼在乎心座的人 可見你有多囉嗦啊 對 不是 你們果然是站在一起 對不對 因為如果一個超級直男 像我老公的路還說 寶貝我現在上身 已經變成是什麼 廁所了 我會想說 我的天啊 你去好好玩你的骰鐘吧 你跟不然講什麼 對 不是 這是因為他一直覺得 我很囉嗦 可是其實他自己囉嗦 他不支持 可是他真的很囉嗦 所有的我身邊的朋友 包括經紀人 都說他真的比較囉嗦 所以大家都說了 他還不承認 那是因為你難搞 所以他們要附和你 不是 我覺得 你雅蘭的囉嗦 應該就只是那種 就是說你不要煩 就是這樣子嘛 然後就很快就斷句 可是你會一直念 很久 但是語氣可能是平平的 沒有 他也會一直念啊 他譬如說 他念我什麼呢 我想一下 我就忘了 等一下 等一下讓人發會 對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 還有速動代表 等一下不能說的話 我們會請對方戴上耳機 加耳罩 我們就完全保留 就可以好好的 對我們的速度 跟我們預言 對 對 請訴一下 歡迎一下雨昕 嗨 Peggy還有芳婷 可是雨昕 你現在是雖然沒有 你有男朋友 有男朋友 應該也有很多事 不讓他知道吧 基本上我不太會騙他 因為其實我也不希望 對方騙我 但是我唯一不會做的事情 就是我 這很正常 危險 我身邊很多女生 通常就是說 男生的那個密碼 一定要射他的生日 對 然後就要直接 他隨時可以開 這個女生就是很討人厭 我完全沒有辦法 因為我覺得 你只要看著對方的手機 基本上就是要分手了 我想的一樣 對 因為其實 沒有信任 大家也知道 就是男生跟男生 他們的對話訊息 一定有很多是打嘴砲的 然後你說他們 愛看美女的照片 女生也愛看帥哥的照片 而且女生一定會聊一下 另一半的一些 逃人厭的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 我是絕對不會檢查 另外一半的手機 而且憑什麼看別人的手機 對啊 你為什麼要干涉別人的人生 對啊 可是我身邊 好多女生都是這樣 不安全感 因為有一些女生就說 我交往的前提是 你一定要讓我看你的手機 而且他們很篤定 他就說 為什麼不能看 如果有什麼不能看的 然後我就說 沒有 我跟你講 兄弟講的話 而且尤其你們女生 跟女生講的話 我們看到我們自己 都覺得不舒服 你們講的比我們還髒 髒 女生講的有時候 我說真的 女生很愛聊說 天啊 他 你有沒有說 這樣我不會耶 你人生中沒有聊過 這方面的事情 這種會不會啊 隨時的 小輝剛剛說真的嗎 這一定整人 你今天要聊都快 我不會整 你有抱怨你老公過吧 一定會啊 抱怨 因為我不會做他 我不會做他 家車真的在這個地方上面 我知道 他就證明 他會分死 真的嗎 證明了啦 沒有啦 可是比如說 比如說他最近很久沒碰我 什麼這種 我一定會沒想到 我會常抱 我用我說他太常碰我 我很棒 我把你覺得 好貼耶 沒有啦 過人設耶 對 不錯 所以他那一段 應該就是會很難聽吧 就是現在已經在看家家的 對不對 可是因為我發現不只是女生 會要求男朋友 或者老公要知道 他們的那個手機有沒有 連小孩都會吃醋耶 會啊 因為有一天我女兒就說 媽媽妳就是偏心 我說我從來不偏心 你們三個什麼事情 都是我在安排的 她說 妳就是比較愛姐姐 大姐 我說妳憑什麼這樣說 她說因為妳的手機 這樣大家是不是都知道了 對 對 天啊 她說妳有很多什麼 要輸入什麼密碼聲 都是小姐知道 她說妳都是用姐姐的 我說 因為我就是記得比較清楚啊 然後我一講 她就叫她密碼 就是說這就是偏心的一種啊 如果是我也會覺得 這樣有一點偏心 的確是啦 可是因為老大 妳本來就是比較印象深刻啊 我老三 我每次要幫她填一些什麼 報名表 然後輸入那個出生 西元紀念 我都要搜尋耶 妳這樣記到那邊嗎 換算機 我已經記一百科 許老三身體 不是 她快掉眼淚耶 因為老大老二 就是二零零六 二零零七 就是很近嘛 可是老三是一格 很久很久很久 之後才突然出現的 已經久到 我都不知道 那是到底是幾年了 妳隨便考我們家 任何一個人 生日身分證字號什麼 我全部都問 妳老婆身分證字號 A 後面也不講 對 有 我都知道 對 她上身星座 上身啊 處女啊 月亮 處女啊 水瓶 不是 水瓶 還有什麼 太陽 對 太陽是天蠍啊 你真的很娘娘腔耶 不是 你看她對我 我以為妳要說我很棒 寶若執掌 好恐怖喔 她壓力很強喔 她壓力很大耶 很強大 對啊 對啊 你該不會 連她的邪號都知道吧 邪號如果是以那個 那個二十幾的 因為她你們有分二幾 或是對 對 而且她的邪號大概是 二十六 有那麼大 我跟你講不對 那怎麼可能 不可能 她應該 她應該二三 二三啦 好 厲害 二十三 對啊 還好妳不知道 不然我真的會對妳 大扣分 真的 沒有犯到男生 因為我 還說妳知道妳老婆的 星座上身跟什麼 太陽 我連我自己的邪號 我都不記得 我還說我老婆 我那個邪號是幾 應該是九號版 你知道我星座吧 星座我知道 什麼 雙子 雙子 那你自己 但那個什麼 其他什麼上身什麼的 那個我自己都不記得 你老婆是民國幾 西元幾年出生 然後生日 一九八三 幾月幾號 二九八四 我 果然不知道 七十三 這個才是正常的 比較那個 很直的男生 直的 所以 Peddy 你 你也是不是那種 會盯著 另一半的經驗 我不看 我人生只看過一次 而且是不小心 然後那一次就是 直接是 抓到一些東西 出事了 出事的時候才看到 但是老心要給你看的 對 我覺得 因為是我從來不看 也不會去問密碼 我就覺得 要看的那一天 已經是沒有信任 可是那天是因為 剛好要幫他查一個東西 所以我就說 幾號 他就可能也忘了 他就跟我講 我就打開就看到 這樣子 可是我從來不會去管 看到什麼 那個內容是 對 你一看就知道他有什麼了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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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 他剛好留在那個對話空間 是說我們什麼時候在 親密想你 親密的對話 像他就是之前一任 對 譬如說像方婷 你有沒有 其實你默默做了什麼壞事 但是就是你真的不能讓他知道 這種當然 當然是不會說 沒有啦 就是 我其實就滿大辣辣的個性 所以我如果要藏秘密 其實我也藏不住 可是你如果 如果不小心跟另外一個男生 有一點小曖昧 這怎麼講 就是像 就是你已經有點喜歡 另外一個男生 這讓我想到 之前有一個男生 反正那是算我的朋友 就是一起潛水的朋友這樣子 然後我男朋友 他就是比較會吃醋 然後我就想說 他就只是想說 約我去潛水或什麼 我覺得這就沒有必要去交代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跟我姐姐要出去玩 他那時候就看到說 妳要出去 妳要去那個小流程的簽水 那我也想去這樣子 我就沒有什麼回應他 結果他就剛好看到 人家密我那個 他就直接就涼紅 然後那時候 那一陣子就完全對我沒有信任 可是妳是不是也有點喜歡 那個跟你簽水的男生 沒有 不算 不算妳怎麼會大意跟他 我沒有回應他 因為我覺得說 就朋友就是禮尚往來 那我不想跟你去 那我就也不會回應你這樣子 好 那今天我覺得 雅蘭是真的很不爽 那個紅少女先生 我很不爽 不是 因為 連我都對妳有一點反感 對 不是 還是要我這邊起來 不是啦 我這個反感不是真的討厭 是說妳那種細心的程度 會讓我壓力很大 對 真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她 妳老婆應該有很大的壓力吧 真的很大的壓力 因為我有時候就是 莫名的自己會心悸啦 然後會有一點恐慌感 我知道 對 然後而且妳知道 因為我有時候 自己莫名其妙會一直咬牙齒 會咬得很用力 妳的壓力都會咬碎了 可是妳的那個壓力 現在明明沒有什麼壓力 可是就是莫名 對 就一定是旁邊 所以有人不 製造的氛圍 然後最後的答案 只好歸咎在我們身上 因為她講的 我全部都有這個症狀耶 妳有長期相處啊 對啊 可是我覺得 因為我可能三個小孩 還有老公加起來 對 我都以為我蛀牙 結果後來醫生說 是我咬牙咬太狠了 對 有時候我都會覺得 快要裂開了那種感覺 妳都知道 所以讓你好好的抱怨 好 那我們要請昌明哥聽一些 美好英語 到時候戴上去是真的 我們是用那個 真空的 妳是聽不到的 哈囉 洪聖明先生 聽不到 妳這個熊三鬼 不是 妳知道嗎 妳老婆 妳老婆不愛妳 我真的不愛妳 而且有曖昧的對象 OK 好 好 確定聽不到 好 我覺得喔 老公讓我很 壓力很大的是 因為女生都很喜歡 有名牌包 那我覺得 我自己用我自己賺的錢 那我覺得 犒賞自己是OK的嘛 那我的閨蜜是賣 二手名牌的 所以她有好的名牌包 便宜的 她就會跟我講 那我買的時候 我都要跟她報備 那如果 我就是不想跟她報備 因為我怕我跟她報備了 她會一直又買 又買 對 然後呢 但是我又怕 因為妳知道 我的包包跪在那邊 她每天都會站在那邊看 我有幾個包包 然後 對 然後長什麼樣子 然後呢 如果我有一個新的包包出現 她會出現 對 她就會說 妳什麼時候有這個包 我怎麼沒看過 細心的男人 很緊張 好恐怖喔 但是妳花妳自己的錢 對 我花我自己的錢 所以我必須得一直想 我要怎麼跟她解釋說 我有買那個包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呢 有一次我就真的 因為我覺得太划算了 我覺得沒買我好難過 然後後來我就買了 我就帶回家 帶回家之後我就把它放 就我有跟她講 我說我買了這個包 很划算什麼的 她說 可以啊 妳買 那妳櫃子裡面的 妳要賣掉啊 什麼 對 然後呢 管這麼多 什麼那種人啊 對 妳知道多恐怖 我的包包櫃就在那裡 然後呢 她就站這樣子 我就打開 然後就蹲在地上 我看我要賣哪一個包 我就捨不得 妳還真的等一下 還選 然後她就站在我後面這樣 好可憐喔 我說 我訓得很大 我眼淚都快掉下來 我想說 好可憐喔 妳為什麼忍下我忍這樣 對 我自己的錢 為什麼我還要這樣子 而且小孩 就是妳在照顧啊 對啊 而且 而且 感覺 妳在照顧啊 而且妳 我自己偏的 感覺 為什麼 我看她的臉色 感覺很糟糕 所以我好難過 然後我一直忍著眼淚 因為我就覺得我不能 那每一個都是妳自己的寶貝啊 對啊 而且我賣掉就真的划不來 因為妳一定是虧錢賣嘛 對 那妳要買回來 又買不回來了 所以我就會很難過 我到底要賣哪一個去買 再買那一個這樣子 所以我就蹲在那邊 然後很久 然後她就一直數落我 她說 我沒有看過妳背那個啊 妳那個賣掉好了 上面那個也是啊 她幫我選 她不是一直跟我宣傳說 她很疼妳嗎 沒有 她說 我很疼妳啊 妳可以買啊 那妳原來的要賣掉啊 為什麼 為什麼 對啊 她就這樣 然後她說妳放不下 她說家裡太小了 包包貴就這樣 妳一直買 怎麼放不下 妳有女兒嗎 有啊 妳就可以留給她嗎 對啊 我也是這樣講啊 可是她就說 她覺得浪費錢 然後我現在要賣包包 她又說 妳看 妳就是這樣子 買了不背 現在又賣 浪費錢 貶值了 對 她就一直這樣子 每天都是這樣子 我說我每天都過了好多 誇張一直盯著我 要訓導主任啊 因為她的小孩都不理她 所以她是唯一能盯的人 只有她老婆 對 然後妳知道她真的很誇張 我每天要睡前 我真的覺得我壓力很大 她睡覺前她就說 刷牙了沒 我說 誰會 還會沒 我聽說妳被刷牙 刷牙妳自己一直都被刷 對 我覺得我刷牙 我還要妳管嗎 這個會爆炸啊 對啊 然後我回家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回家 現在疫情嘛 回家的時候 我都會先洗手 她說 我的天啊 我都沒有用肥皂 關妳什麼事啊 好猛喔 妳在家裡壓力好大喔 對 是不是小孩 她跟小孩講話 小孩已經完全不理她了 也不會 可是我小孩會聽 可是他們也是就是 這邊聽 這邊出去 然後就反正放空 可是妳會覺得有壓力進入 壓力很大 因為我就會覺得 我好像做什麼事 她都把我當成小孩 那妳出門穿什麼 她會管嗎 會 妳知道我如果穿短裙 我曾經有一次 我非常地不開心 因為我換了衣服 然後穿完短裙之後 然後我就坐在床上 她直接講都不講 直接過來掀妳裙子 幹嘛 等一下 妳這樣沒有嗎 等一下 妳還沒用 沒有理由 沒有 兩個 先行是有不同的含義 一個是我 不要妳穿這個出去 一個是我現在要跟妳 發生什麼東西 不是 這是第一個 不是 她是很沒禮貌 很沒有禮貌 她是很沒禮貌 就直接先看妳有沒有穿安全褲 對 她以前會問說 妳有沒有穿安全褲 然後問久了 我就覺得很煩 我就說 我沒穿 什麼都沒穿 我就會這樣跟她講 然後後來她都不問了 她就直接就降仙 然後我那一天 我整個就很爆炸 我就會覺得 很不尊重妳 對啊 我就覺得 就算我是妳老婆 妳也不能直接這樣 很沒禮貌 那妳有穿安全褲嗎 那天 我那天 那她會不會 所以妳覺得很沒禮貌 所以她先了 所以她看我妳沒穿 她不是更氣 她就說 妳為什麼不穿安全褲 我就說 為什麼一定要穿安全褲 然後她就說 妳想被人家看是不是 我說誰要看老太婆啊 她沒找到 真的有找到 對啊 蔡明哥是佔有預算滿強的 很強 她嗓的又沒有多虛 她陪伍在管妳啊 對啊 她覺得 會覺得妳如果要管我 妳自己要打理好不好 以妳現在的狀態 妳去外面找小鮮肉 一大排 是不是 一大排 她一直一大排 一大排 對啊 她一直找我頭 她滾怎麼滾 而且她 對 我就是 她腰圍34 對啊 我腰圍26 我的天啊 她怎麼玩笑 什麼都聊 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叮叮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 叮叮 對 そう 我為了 是 ピエ か 你是 開啟小鈴鐺